可是你要记住 你天天想钱 前几天有个同学告诉我 他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说曾经有人做过调查 在中国大陆 调查什么呢 一句话 你在这一生当中 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 就问这一句话 好像他调查了七千多个人 都说钱 钱最重要 这个调查很惊人 只有四个人没有说钱 你看七千多个人里头 只有四个人没有把钱说 没有说钱是低也重要 其他通通都是钱低也重要 父母妻子都不重要 钱最重要 贪财呀 贪财的人到哪里去了 到某轨道去了 如果因为财又犯了啥道盈望 那就第二道去了 自作自作自受我 定于天堂是唯心所限的 是你自己念头制造的 不是别的 你看我们 人问我们 在这个世界 什么最重要 我们修净土 就是阿弥陀佛最重要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都通通死掉了 你决定生净土 你念佛人也说 琴是最重要的 那好了 但念佛就念到鬼道去了 莫鬼道 地狱道去了 那就是灌顶法师 讲的一点都不错 念佛的人还贪财 念佛的人还抱怨 那怎么行呢 那个极乐世界与你没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要不知道不搞清楚 我们这一生当中 想往生极乐世界 就靠不住了 真搞清楚搞明白了 该放下的赶快放下 该抓住的一定要抓住 就是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我要见阿弥陀佛 你肯定办得到 一点都不要怀疑 这个世界 一切随便 什么都好 为什么我要离开了 我再不管你们这事情了 这样才自在 这个样子才会圆满 我再来说 第一次会计会 我再来说 我再来说